一架搭载了十名跳伞爱好者的小型飞机 昨天在比利时的费尔内尔蒙市附近失势 机场包括飞行员在内的十一人前都遇难了 飞机降落在一片泥泞不堪的农田里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祸 救援人员在现场支起了应急灯和帐篷 警察在周围拉起了警戒线 飞机残骸和遇难者遗体散落在农田中 遇难的十一人均为比利时人 十名乘客来自当地一家跳伞俱乐部 其中九名男士原计划以跳伞的形式为另一名女士庆祝生日 由于他们在飞机出事前已经连接在一起 以便跳伞后在空中形成一个圆环 使得他们跳伞逃生的难度大大增加 其中三人跳出飞机后他们的降落伞没有打开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飞机出现机械故障的可能性较大 但也无法排除人为因素 这是比利时近二十年来最大的空难 当晚比利时国王菲利普首相迪吕波均到实时现场 哀悼遇难者并慰问遇难者家属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